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这种情形 对 我这种情形 韩国也从来没有打电话给我谢谢 也从来也不会打电话给我 我才知道这个人多伟大 因为他从来没有打个电话给任了一个人 这种人就是非典型的国民党 更非典型的民进党 因为台湾就需要这种人 他需要要无私 他需要要做事 所以 刚刚在信场 我真的感动苦出来 因为他握了三次手 他没有讲什么 谢谢 谢谢 有人感受体会 就是一般人的所受的苦 所以他说世上苦人多 他讲了很多话 真的是深深打动我们的心 所以那时候 大家真的就是 再等一个人 我们等他等好久了 就是他 真的就是 我也是好感动 那时候看到他出来 能够看到就是真的 哇 能够在高雄这个地方 有这个国旗能够飘扬 你知道我心里好好感动 我可以请问一下 我们金博士 金教师 你为什么大老爷 从洛杉矶到台湾 这么挺我们的韩国瑜 你可不可以讲 你挺韩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 我们都看到他 非常的真诚 而且他不贪污 无私 这几点 看起来这个人格特质 放眼望去政界 我找不到第二个 很抱歉 而且还有他有一个 非常难得的一种领袖的这种 封范 对 就是让人就是看到他 就会想要跟随 而且 还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 其实我挺他是从去年 2018年就开始了 我跟你讲 我真的是我身边很多人 像我昨天去吃饭 也是碰到一个 就是 一桌有一位夫妇 好 那我当时看到就是他在 先生在看手机 手机上面好像就是一个画面 就好多好多人 但是呢 那个看过去你就会看到 好像有点红色 就好像有人在拿国旗的感觉 但是我不好意思 我不可能 因为是人家隐私 我不能这样过去看 我只是想说 哎呀有人在看好像是 是不是庶民啊 好 那之后呢 他太太呢 就把这个手机呢 就不小心就声音就出来了 我一听 新闻龙卷风 是中天的 所以我就觉得很兴奋 我就跑过去跟他讲说 请问你是支持韩国瑜吗 然后他就跟我说 是啊 我说太好了 我说我也是 我说加油加油 所以他就跟我讲说 是 他说我身边的朋友也都是 甚至他的孩子 我打查一下 以前 假使支持另外一个党 尤其现在那个党是执政 通常都不太敢表态 其实支持韩国瑜 几乎都表态 不管在哪边都表态 这很特别 那表示他觉得支持韩国瑜 是一个很光荣的事情 是 没错 所以自个人他觉得很快乐 因为他有幸福感 这个就是你刚才说 因为他就有领袖的那个特性 而且在美国的话呢 我还要澄清一件事情 我们常听到有人说 什么韩匪没理性 什么韩粉没知识 韩粉没水准 什么这个韩总统是一个草包 抱歉 我们在美国 我从北加到南加 南加到北加 因为我非常挺韩国瑜 所以我们从那个地方 我可以看到 在北加 尤其像我们讲 有个地方叫矽谷 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 矽谷是高科技区 高科技区 相当多的人在挺韩国瑜 他们都是博士 都博士 而且是大企业家 各位观众大家听到了 以后韩国瑜 当总统的时候 他上一次到美国去 就是要把这些 美国的高科技的人才 他就是要连结回来台湾 你刚才听到 他是在美国职业的 一个药师的博士 你刚才听到了 高科技的矽谷 有这么多人想要支持 我们韩国瑜 我相信 台湾真的 我们的经济 我们的科技 会往前再进步 很多很多 我相信这些人才一定会 受到 我们韩国的感召 就像当年的 这个奖金国 他把很多的高科技人才 从美国挖回来 以前的张忠谋就是德乙 德乙你知道吗 德乙就是金片德乙的副总裁 你看他把它挖回来 现在全世界的金片 就是张忠谋的台积电最厉害 他目前没有人可以 凌驾在上面 所以我觉得 台湾就是 要这种人才回来 那国家当然要 设定好那种 学会鼓励的方式 比如说 他厂忙取得 他很多的优惠 都一定要做到这个程度 才能够让我们的 台湾的科技 重新再启发 重新再往上再提升 而且我还要再讲一句 我想为这个 韩国瑜在说话 人家说他学历低 抱歉 我不觉得他学历低 他除了念军校之外 他是一个非常奋发向上的青年 他不是念完军校就停止了 他还继续去深造 他继续去考 考上了这个东吴的 这个英文系 日间部 他没有因为他好像念完了军校 他就满足的去赚钱了 不是 他把他的目标设得非常的高 他还继续去求知 然后完了之后 他又上了这个政大 拿了一个硕士学位 所以他的学位并不低 而且他的知识 不光是这些学科 你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博学多才的人 他引经据典的时候 他看的书非常多 对 对 你说他什么学位 什么学历低 那我们要不要看看这个 这个之前就在在地的高雄 之前的那位市长 他什么学历啊 听说是世新什么学校的 专科吧 是不是 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 韩国瑜他除了在台湾的军校 台湾的大学念完了 陆军军校 他还甚至 陆军军校 军官学校毕业 他还念了大学 念了大学之后 他还念研究所 他不是一个好像就是 没有求知欲望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有求知欲望 而且他看了非常多的书 他博学多才 一六十四岁 那个时代 能够念到硕士已经不错了 是 那时候 我们教义没有这么普及 对对对 我们讲真的 主要他刚刚讲的一个重点啊 他的心非常真 对 真诚 他的意非常诚 诚心诚意的人 绝对不是坏人 而且他很善良 他从来也没有去骂过人家 你看黑的东西这么多 你看 他甚至于昨天 伟汉在访问他说 宋主要出来选 你觉得他怎么样 会影响国民党 他分两个层面讲 他说他个人来讲 他是一个非常行政能力很强 他夸他呢 你想看一个对手出来 会影响到我学校 还在夸他 一直讲他是行政能力最强 没有错 当年的国民党 他是行政能力最强 他又根据时事 在分析一部 他认为说 这个时事 确定是会影响到国民党 但是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站在一个高度 我们站在三十公尺 三百公尺看到的 我们当然就受到韩国影响 可是当我们站在三千公尺 高度的时候 我们只是求我们国民 能够再次的提升 再次想到 我们台湾的总统 需要选出怎么样的人 也就是说 一流的市民 选出来一流总统 他把自己定位在更高级 这样子他没有 完全没有伤害到对方 你看他连另外一个要进来 可能会影响到他 因为宋楚瑜以前是国民党 他是国民党出去的 他一定会影响到国民党 可是他竟然没有害怕 他心中坦荡荡 他认为我们中华民国的国民 一定要想到我们的未来 我们需要一个怎么样的总统 因为国民党的人才 还是人才积极啊 那你宋楚瑜出来选 不可能当选啊 所以你要让他影响很多 那就你人民要做最后的负责 所以他昨天讲的那句话 我觉得非常感人 所以他的高度就是跟他讲的没有错 我从来没有看他生气 刚才他进场的时候 他昨天有讲一句话 我要跟他进场做一个连结 他昨天在尾牙里面讲 他从来没有答应任何一个人 要给你什么光位 要给你做什么 从来没有 我们比特网上的节目 已经第五集都已经出去了 我们像我本人已经240几万的人 点阅了 已经是冠军了 了不起 我看都好感动 对 我这种情形 韩国人从来没有打电话给我谢谢 也从来也不会打电话给我 我才知道这个人多伟大 因为他从来没有打电话给认了一个人啊 文三宝也没有啊 想象棍也没有 他就是你愿意帮他忙 他很感谢你 他看到你都会给你谢谢 谢谢 这种人就是非典型的国民党 更非典型的民进党 因为台湾就需要这种人嘛 因为台湾就需要这种人嘛 他还需要要武师 他还需要要做事 所以 刚刚在信仰我真的感动哭出来 因为他握了三四手 他没有想什么 谢谢 谢谢 我们的 吴主席也跟他 他知道我 我已经努力在拼命 因为国家需要这种人 我们是小 他最重要 是 所以我今天感谢说 我们支持的韩国人 其实我们都一样 无所穷 因为他支持的是树母 他也是树母 我们是树母 是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 要再一次改造台湾 你看新加坡 能够进步这么多程度 他们国家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 就是他们的总统 他们的总理 他完全是有苦民所苦 他整个脑袋 都在把怎么 把国家的经济搞好 而不是在搞意识形态 不是在搞贪污啊 不是在搞腐败 所以我觉得 今天听到高知识 这种可以读雅科 甚至医科的 这个台大药学系的高材生 在美国读博士的 能够接受我们 以特曼的访问 我们真的非常高兴 我想为韩国瑜再 稍微就是澄清一件事情 他真的 当了这个高雄市的市长之后 他并没有想要去选总统 是人民的意思 是我们的意思 可以说就是 他是受庶民的感动 他看到我们侨胞 这么 这么希望 这么拥戴他 而我们为什么这么拥戴他 还有很重要一个原因 因为他虽然当了高雄市市长 他拳脚施展不开啊 对 大家有没有看到 民进党什么都卡 经费卡 预算卡 这个不是给你 那个不给你 不管是登革热 不管是登革热 不管我们的工程 我们的水利工程 看好难过 就是我们下水的工程 我们环保局的工程 全部都被卡 对 对 对 所以韩国瑜去 这个选总统是对的 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施展 一直在讲 说他违背了当时选举的诺言 完全不是 他其实不是这样 完全不是 其实今天会 选总统这条路 中山系 除了人民的意志以外 我觉得最重要是国民党改变的 国民党以前的总统都是权贵 没有一个例外 一定当行政院长 或当副总统以上 才能够选 几乎没有一个例外 他撑起盒子 他没有当过任何官 他真的立委做一做就不做了 可见 这个真的是一个庶民 庶民不是他有多少钱 庶民也有很多人有钱啊 重点是在 我们蔡英文他是权贵 他出生就好几亿了 他出生就很多钱 那个贵他就已经有了 然后他一直当什么 教授啦 当行政院的入委会的主委 然后当行政院副 他其实就是权贵 他当了行政院的副院长 所以我们人民 为什么会说他庶民 庶民来说这 是老百姓的意思 因为他能够苦民所苦嘛 他能够民之所欲 他能感受体会 就是一般人所受的苦 所以他说世上苦人多 他讲了很多话 真的是深深打动我们的心 所以那时候大家真的就是 再等一个人 我们等他等好久了 就是他 真的就是我也是好感动 那时候看到他出来 能够看到就是真的 哇 能够在高雄这个地方 有这个国旗能够飘扬 你知道我心里好感动 他的工作时间我有个估计喔 他从当选市长工作时间 大概一般市长的两倍到三倍 他就没有休息 所以当时我最怕他身体倒下来 他有一段时间咳嗽两三个月 我好担心喔 好在他熬过去了 他身体能够没有在生病 他当时咳嗽咳不停 连加分解都一直在生病 像这种人在台湾 还可以看到第二个吗 就是 No 绝对我可以保证 我可以跟比特网所有的观众 听众讲 绝对没有第二个人 向韩国瑜为台湾这块土地付出 然后他讲那句话 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宁愿干干净净地选 我也不要肮肮肮你 现在没讲就是肮肮肮肮肮肮 所以人民要崛起 人民要觉醒 人民还不清楚 韩国瑜讲就是现在的政权就是这样子 他说萬一我选起了截后 结果我有贪污 我有犯法 你可以我关到死 你们都不要ren惩 他绝对不会请律师 我请问你一下 陈水本你已经犯罪了 你都还敢在外面到室叫嚮 蔡英文你的总统的团队 跟你旁边的团队 全部都犯法 犯法是犯什么 犯这个走私的 这个惩治条例的犯法 你全部都用那个贪污条例 来办它是不对的 因为贪污条例是比较轻 而且他没有贪污 他是拿的东西 自己拿的 他怎么就贪污呢 贪污是哪别的东西 他自己买 他自己拿 不是贪污 是走私 你这个国家怎么搞到 你不依法行政呢 而且你最主要是 你里面总统府的姿意 林家鲁 总统秘书里面 最高级的一个官员 你拿了37条 你竟然用刑事宠物给他判他 你把国法 你把我们台湾的法律 宪法放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我们看不起 蔡英文的地方 你有钱我们不会很在乎 你比如说 你卖的房子 你卖的书笔 你得到1.8元 我谁来问你呢 那11.8元你拿去哪边呢 你有没有贪污污 你完全违反了洋方法案 你跟蔡英文的300万 你跟300万讲不清楚 你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你当时不推荡财产生报法 你不是太多阳光法案吗 你现在都没有 你现在完全没有 你现在就是一个违法的总统 在新加坡 我想早就被人家拉下台 在韩国 你早就像那个蒲警惠这样 蒲警惠她的闺蜜 给人家收缩一些钱 就被人家抓去关 你现在是机体在犯法呢 所以我在想 台湾人民真的是这样子堕落吗 你媒体真的是堕落吗 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媒体 一定要还我们韩国一个公道 那我们所有的人民 一定要给我们的韩国一个正义的温暖 拥抱 这是我最大的希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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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